在你的厨房里储备你需要准备健康膳食的食材去照顾你的身体 控制你的体重并确保你和你的家人得到适当的能量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许多人在杂货店购物时喜欢批量购买食物 这样既可以省钱也可以减少去杂货店的次数 Casco是一个寻找保障食物并且不超预算的性价比之选 但由于它庞大的规模和数不胜数的商品选择 有时会让人在做选择时感到有些困难 但是只要你知道要找什么 你就可以在杂货店的货架上找到各种营养的隐藏保障商品 House网站发布了营养师卡布拉撰写的文章 卡布拉从Casco挑选了一些食物 帮大家制定一个健康又实惠的购物清单 第一款推荐的是怀慢免因冷冻野生蓝莓 蓝莓是大家能吃到的最健康的水果之一 它们富含一种叫做花青素的植物色素 在体内具有强大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研究表明每天使用三分之一杯蓝莓 可以降低几种健康状况的风险 包括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 野生蓝莓比传统种植的浆果含有更浓的抗氧化剂 而且味道更甜更浓烈 此外这款野生蓝莓以无农药种植著称 品牌商称呼使用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 来保护野生蓝莓的生长 野生蓝莓产品通常很贵 所以从Casco大量购买冷冻野生蓝莓 可以节省你的开支 第二款推荐的是Riruda Maya有机全豆咖啡 卡布拉城咖啡的摄入与各种健康益处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我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咖啡是抗氧化剂的主要来源 如绿原酸、咖啡豆醇和咖啡醇 研究表明 经常喝咖啡可以降低患肝病、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 咖啡可以是饮食中健康的补充 只要不过度摄入寒糖或高热量的添加剂 比如调味奶精 Ruda Maya的有机全豆咖啡 因为是有机的 所以在种植过程中没有使用合成化学物质、农药和化肥 更健康对环境也更友好 这款咖啡还以其农业复杂的口味而受到赞赏 虽然有机咖啡比传统种植的咖啡更贵 但你可以在Casco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第三款推荐的是GoRum Sprouted有机海盐南瓜籽 南瓜籽富含蛋白质、健康脂肪和多种重要营养素 如鲜、铭和铁 它们也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南瓜籽还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特性 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GoRum采用发芽处理的方法 通过浸泡和发芽过程 使南瓜籽的营养成分更易于消化和吸收 这种处理方式还可以提高南瓜籽中酶的活性 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利用其中的营养 选择发芽的产品如发芽的南瓜籽 可能有助于提高这些营养物质的生物利用度 试着把发芽的南瓜籽撒在沙拉上 或者和新鲜的或干果一起吃 除非你打算很快吃完 否则最好把散装的种子和坚果存放在冰箱或冰柜里 以防止它们变质 这款南瓜籽还使用了海盐进行调味 海盐相对于常规经验来说 还有更多的矿质 它为南瓜籽提供了一点咸味 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 而且它没有添加人工色素 味精或防腐剂等额外的成分 这使得它成为一个天然和纯净的零食选择 第四款推荐的是 可可兰的有机毛果干 果干是一种营养丰富且获降稳定的成分 可以用来为孩子和成人准备快速健康的零食 芒果干是几种重要营养物质的良好来源 如维生素C和液酸 可以与坚果等高蛋白食物搭配食用 制成饱腹零食 购买果干时最好选择不加糖的产品 芒果干本身就足够甜了 加糖的果干产品含有的糖和糖果鸡饼干一样多 可可兰的有机芒果干就是不加糖的 可以在Costco批量购买 有款推荐的是可可兰的有机番茄丁 切块的番茄是你厨房里最好的食材 它们可以添加到辣椒汤甚至烘焙食品中 以提高营养价值和风味 番茄富含保护性植物化合物如番茄红素 这是一种具有心脏保护特性的类胡萝卜素植物色素 研究表明吃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有助于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2019年一项包括28项研究的综述发现 高番茄摄入量和高血液番茄红素水平与心脏病风险降低14% 中风风险降低26% 死亡风险降低36%相关 像番茄丁这样的罐头产品很容易保存 所以在Costco批量购买是一个省钱的选择 第六款推荐的是戈亚黑豆 黑豆是卡布拉最喜欢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之一 每杯煮熟的黑豆能提供15.2克蛋白质 以及高达15克的纤维 可以满足你日常所需纤维的一半以上 它们还富含美 这种矿物质在血糖和血压调节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许多人的饮食中都缺乏这种矿物质 在厨房里放些豆类罐头 可以帮助你在短时间内做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例如一罐黑豆可以搭配预先煮熟的糙米 冷冻蔬菜和奶酪丝 这是一顿快速而营养丰富的植物性膳食 在适当的条件下 罐装豆子可以保存数年 所以在Costco豚豆子既安全又经济 第七款推荐的是NewT1有机奇亚籽 奇亚籽是一种富含营养的超级食品 它们是植物性食物中最丰富的蛋白质之一 还富含纤维、益生源、抗氧化剂和多种重要的矿物质 如铁、钙和铁 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和正常功能 奇亚籽富含可容性和不可容性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消化健康和稳定血糖水平 膳食纤维还可以增加饱腹感 帮助控制食欲 有助于体重管理 NewT1有机奇亚籽的用途非常广泛 它们可以作为食物的补充 直接食用或加入到各种食物中 如麦片、酸奶、果汁、沙拉、面包等 奇亚籽还可以用作凝胶剂 可用于烘焙和制作健康的替代品 如奇亚籽布丁或替代蛋的食谱中 第八款推荐的是可可兰的有机磷麦 磷麦是一种营养丰富无肤质的古老古物 富含纤维、蛋白质、液酸、铁、维生素B6核心 因为它含有更高的纤维和蛋白质 比金加工的穀物如百米更能填饱肚子 此外 梨麦很容易烹饪 是炒菜和穀物丸等菜肴的健康基础 Costco出售大包的可可兰有机梨麦 这对大家庭和经常在烹饪中 使用梨麦等穀物的人来说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九款推荐的是野生星球特级出榨橄榄油野生太平洋沙丁鱼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货架稳定的蛋白质来源 可以快速添加到正餐中 或者作为富含蛋白质的临时带走 可以考虑在Costco储备沙丁鱼 沙丁鱼是蛋白质的超好来源 而且它们富含抗炎的Omega3脂肪酸 BPA和DHA以及钙铁合B12 研究表明经常吃沙丁鱼等富含脂肪的鱼的人 患心脏病和认知能力下降的几率较低 而且与养殖医相比 野生太平洋沙丁鱼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 野生星球的这款产品使用特级出榨橄榄油进行腌制 橄榄油是一种健康的脂肪来源 它富含蛋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于维护心脏健康 并为身体提供必须的脂溶性维生素 这款罐装沙丁鱼还很便于食用和携带 可以做营养丰富的零食或添加到各种菜肴中 如沙拉 三明治 意大利面和披萨等 它们可以为食物添加美味和额外的营养价值 第十款推荐的是野生星球 野生长期金枪鱼 像沙丁鱼一样 金枪鱼罐头富含蛋白质 并提供多种必须的维生素和矿质 如B12 锡 锡和点 与许多海鲜产品不同 金枪鱼罐头可以保鲜五年 所以成批购买是明智的选择 幸运的是Casko鱼较低的价格 向会员提供可持续捕捞的金枪鱼品牌 如Wild Planet 野生星球 金枪鱼被绿色和平组织评为可持续性第一名 所以你可以为支持一个有环保意识的品牌而感到高兴 第11款推荐的是柯克兰的有机西兰花 如果你发现新鲜蔬菜经常在食用之前就变质了 可以考虑试制冷冻蔬菜 冷冻农产品和新鲜农产品一样有营养 可以长期保存在冰箱里 冷冻西兰花可以快速准备并添加到菜肴中 也增加纤维 叶酸和钾等营养物质 在冰箱里放一大袋冷冻蔬菜意味着你手边总有健康的选择 第12款推荐的是Green Mountain Creamery的有机西兰酸奶 西兰酸奶的蛋白质含量是普通酸奶的两倍多 所以它是一个更有饱腹感的选择 高脂肪的西兰酸奶如全脂或2%的酸奶 比物质产品更热滑 更令人满意 还有更多的营养素 如维生素A Costco有几种西兰酸奶产品 但Green Mountain Creamery的2%西兰酸奶是卡布拉的首选 它不含任何人工香料和甜味剂 口味纯正 可以真正品味到酸奶的天然美味 第13款推荐的是 Whitopuritins的胶原蛋白多泰 无味 胶原蛋白是一种流行的营养补充剂 但与许多健康趋势不同的是 有证据支持它的好处 例如研究表明经常摄入胶原蛋白 有助于提高骨密度 促进皮肤健康 Whitopuritins是卡布拉最喜欢的胶原蛋白品牌之一 它可以在Costco会员那里以很优惠的价格购买到 可以尝试将胶原蛋白泰添加到热或冷的饮料中 如咖啡 茶和冰沙 或者将其加入燕麦和奇亚布丁中 第14款推荐的是柯克兰的有机奶油杏仁黄油 坚果酱是许多厨房的主要食材 它们营养丰富 使用方便 而且相对便宜 Costco提供各种果仁黄油 包括有机杏仁黄油 有机杏仁酱可能很贵 所以在Costco买大的包装可以帮你省钱 不像许多果仁黄油产品 可可兰的有机奶油杏仁黄油不含任何添加糖或油 它只是用了一种原料 有机烤杏仁 打开后把杏仁黄油放在冰箱里 依旧有了一个方便的健康脂肪和蛋白质来源 可以添加到三明治 燕麦 冰沙和烘焙食品中 第15款推荐的是Wild Green的有机酸菜 像酸菜和泡菜这样的发酵食品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发酵食品含有益生菌为生物 如乳酸菌LVB有助于改善消化系统健康 研究表明多吃发酵食品如酸菜 可能有助于促进有益细菌的生长 从而防止消化系统紊乱 促进整体健康 Wild Green的有机酸菜是一种发酵的卷心菜产品 可以在Costco找到 酸菜有一种浓郁的味道 与美味的肉类和蔬菜搭配的很好 也可以直接从罐子里拿出来享用 作为富含益生菌的饮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哦 鹿神祭大小事 尽在鹿城焦点